大家好 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手相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 可以关注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手相当中的 一些特点 这个是什么 手相当中大拇指的根部 这个地方为根宫 根宫和正宫都是这块区域 那么这个地方 如果是有比较明显的 像这种纹路 财富纹 这个地方的杂纹 那么一生当中 是非常有机会发大财 这个地方的主干皮功能 如果是出现比较多的手纹 这种多的这种财富纹 那么这种性格偏什么 偏开阔一点 偏开朗一点 比较做事有魄力 对事业和财运 有着非常强的追求 也是能够 这个创业的一种能力的体现 这是这么一个情况 我们看这个手相当中的什么凤眼纹 金房子和什么和一些这个小纸下方的这个树纹 也叫财富纹 那么这种运格的命格是非常不错的 是一生不缺钱 富贵命格 这个是手相当中多条这个吉祥的纹路 配合在一起 这个成功的概率非常高 我们看这样一个不好的手相 这个是事业线弯弯曲曲 看见没有 弯弯曲曲 并且有杂文干扰 说明事业上是极不稳定 有频繁的更换工作的现象 特别是早年间 那么整体的事业运势还是不错的 特别是在大运之后 因为你的事业线的走向还是不错的 这个奔向中指 奔向中指 那么从手腕处一直延伸到中指下方的话 这个是说明你的事业运势非常不错 并且近几年的事业运势还是很稳定的 那么在感情线上是不太好 感情线你看 基本上是没有形态 我们说这个三大主线要清晰深长 这个不深也不长 这个形成这个天文朝旨的格局是有啊 但是呢那么很模糊 模糊恋爱的这个恋爱的这个运势不明朗 有些这个叫什么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这个真正喜欢的人 或者是也没有人真正喜欢你 感觉是没有什么 在感情上没有什么波澜 没有什么波澜 所以说一直很平淡 这个需要自己明确一个目标 然后呢去花心思 去作为男性的话 这个左手是男性 作为男性的话 还是要主动的承担起一些这个 一些这个家庭的责任 不要老是靠父母介绍或者是相亲什么的 这个是从感情的运势来看 好了 有关这个几种首相的特点就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洋玄机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